我们接下来这一节要焦点带您来看到 是柬埔寨境内出现了中国的海军基地吗 其实华尔街日报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一篇报导 当时指出柬埔寨的云阳海军基地 在获得中国资金扩建时两国就有签署密约 说允许中国的解放军和海军可以独家的常驻 但是当时候的态度柬埔寨跟中国当然都是强烈否认 但如今华尔街日报在进行追踪报道 说解放军已经至少常驻了有两艘056型护卫舰在云阳基地 而且还在扩建基地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驻军 好我们要请教杨老师您怎么看说 柬埔寨他会成为中国军事的附庸吗 以及中国他接下来在南海的力量 讲附庸太严重了 美国在全球有800多个基地 那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附庸吗 这些国家大概不会那么认为 不过有些人也许有那么认为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有没有海外的基地 有的它就是在吉布地 那个是在东非 可是东非它是提供六个国家 包含美国 包含日本 以及一些国家 作为当初在 就是说东非的反海盗行为的 海军的补给的基地 所以那不算真的海外的军事基地 那算是一个国际行动 反海盗的这种补给的基地 所以它没有真正有 就是说有异议的 那种实质上的海外军事基地 到现在还没有 美国在海外有将近800个 有异议的有住比较大 有一定规模驻军的 有将近250个以上 那在日本就超过100个 所以你看到现在 柬埔寨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不能排除 因为这两艘056的巡洋舰 在这里已经停靠超过半年 而且停靠在这个渔港旁边 那渔港长达有一千英尺这么长 那是华盛华尔街日报这么讲的 那我们之前也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它去访问 但访问的情况是蛮多的 并不代表就是说要成为军事基地 可是停靠半年的时间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 我个人觉得这不能完全 跟军事基地化等号 但是也的的确确不排除 有这个可能性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它可能也采取的是一种补给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新加坡的张仪军港 那它其实美国的很多军舰 会停靠在那边 会有一段时间 甚至做比如说上岸 补给 甚至部分的这个维修 那有一定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它并没有把它当作 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 那因此 会不会是 柬埔寨自己本身要弄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呢 协助它弄一个军事基地 将来作为 中国大陆在海外的 停靠的补给的 那这个跟 所谓中国解放军 海军的海外驻军的基地 这个是不一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都要看 后续它怎么样发展 好我们实际来看到 说到这个云朗的海军基地 其实它过去也是美国的痛 因为最早在2010年的时候 柬埔寨之前是跟美国合作 那当时美国呢 已经在云朗盖了海军总部 而且常常会有一些演习之间的合作 结果在2017年的时候呢 一夕之间 柬埔寨突然就转向 它把美军的总部建设拆掉 转为跟中国合作 一旦在南海发生冲突 那中国的军舰确实从这里出发的话 这个路程是大幅缩短 也因此云朗这个地方 它的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看到根据CSIS发布的卫星影像 柬埔寨这个云朗海军基地 已经常驻在中国海军的军舰两艘 中国军舰是从去年年底 就一直停靠在这个云阳港 也是解放军距离 马六甲海峡最接近的据点 有军事专家就说 解放军在此驻军的性质 就像刚刚杨老师帮我们提到 像是非洲的吉布地驻军一样 都是为了恶驻国际的重要干道 但是刚刚我们想请照您了 这个铁杆红油柬埔寨 现在已经是大陆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了 我觉得今天老实讲 你在想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同时 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边 就是南海的另外一边 马六甲海峡非常重要 一旦这个地方不是由我中国来控制 而是由美方来控制的话 也就是敌对势力来控制的话 我跟你讲 那海上的生命补给线是差非常的多的 这是很有远见的 所以我认为当然你可以绕了 就是半个地球再过来 可是马六甲海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战略的出口跟入口 所以云染海军基地 从2017年 那么早以前 中国就一直在等待机会 跟柬埔寨政府合作 那柬埔寨政府坦白讲一句 它的借口是说 哎呀 那两艘056飞弹 巡防舰 没有走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正在测试它 我们想要买它 可是在当地的人就怎么讲 你知道 连日本海军来访问 你不可以到这个地方 云染是深水港 你去西哈努克港 也就是斯牙努港 西港 我们常常称的叫西港 去西港庭 不要到这边来 日本海上自卫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不能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云染它其实是在 不管是在中国 或是在柬埔寨海 自己本身 它都是有计划的 它从舍弃跟美国的合作之后 那大陆现在正在帮它 整建海军基地跟码头 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还记得吗 就是填海造陆的技术 现在全世界是以 大陆的技术为第一的 它的喷射式的填砂技术 所以我跟你讲 不管是西港 或者是云染这个港口 你都会觉得说 这个是大陆它有计划的 一步一步 甚至它还要帮什么 还要柬埔寨开招 运河 哇 这就是更多的合作 可以产生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那当然 柬埔寨会舍美国而去 为什么 因为它能得到更多实质的利益 在这里 是 那说到铁杆情谊呢 去年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说 推进中俄关系是长久之际 那两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呢 俄罗斯媒体报导 印度总理莫迪 可能会在7月8号 要访问莫斯科两天 这项消息 现在也得到了 克迪姆林公的证实 说莫迪呢 在做访问俄罗斯的准备工作 现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那预计要跟普丁谈的 就是全球的安全议题 还有其他的战略事务 相较之下 中印之间关系比较低迷 印度总理莫迪不出席上和会 意味着莫迪他不会跟习近平主席 有实体的会面 但是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7月3号在哈萨克会谈 这也是两个人这两个月内 第二次的见面了 我们想请教上次哥 帮我们短达一下 你怎么看说中印二战略三角关系 这几年我一直觉得 印度的莫迪出手的每个时机 我都很好奇 我都很有兴趣 他真的就是聪明的一个古老的民族 我们讲这次来讲 就是刚刚讲上和会 那么上海合作经济峰会 合作组织峰会 那么接下来就要在哈萨克会召开了 按照道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非美 或非欧美主要的这个系统的国家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大家可以大拜拜的会 那么元首门互相见面 所以因此普京又要跟习近平再见面了 才刚见面 也才刚签了那么多的协定不久 可是末迪不去 我想末迪不去 对于最近所有 只要签到中国大陆在的重要的国际会议 那么我想印度要不就派 比较低的阶层的部分的外交阶层的人参加 基本上都不可能是最厉害的人去参加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想其实包括在俄罗斯那边已经表达了 这次可不是普京邀请的 是人家穆迪自己要去的 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穆迪毕已经第三次 再继续连任了 那这也是他2022年首访 是第一次算是说双边访问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是一个 可不是一般性的访问 也就是他的分量感 普京也还是得认真对待 我们知道其实得要首先先来看 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 我们继续讲印度要什么好了 他要俄罗斯的武器 整个印度当中36%的武器的配比 基本上都来自于俄罗斯 还是比美国来讲其实不遑多让 另外就是石油跟能源 另外还有农粮品 那么俄罗斯每年出口到印度的话 是超过了 其实非常多钱 他真的超过了600亿 可是俄罗斯采购印度才50亿 经贸当中其实虽然不太平衡 但是背后的还是印度的强烈的需求 为什么没有找中国大量的供应 因为中国能供应的东西 大概俄罗斯特别都能够供应的更多 虽然核心其实还是印中之间的抗衡 印度跟中国 我们知道在最近所谓的 刚刚有提到这个世界现在有多极化 就再也不是只有美国 欧洲像日本这些强国 还有俄罗斯 中国也起来了 印度其实某方面是蹭着 这个全世界当中多极化 就是所谓多极化也就是说 这世界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 这样子的政治力量 国家力量 所以印度也在这个时间点杠杆 让自己有个更好的力量 而普京那个地方 俄罗斯参访只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步骤而已 是 跟着精彩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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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